有请下一组 我们是快乐养养囊 哈喽 我是邵林 大学呢我学的是政法专业 哈喽 我是王敬蕊 我大学学的是国际金融 大家好 我是秦丽阳 我大学学的是设计 但是现在我们都是 演员 虽然我们都是非科班出身 但是我们做的都是 最幽默的原创喜剧 还有就是我们这团队 平时在配合起来 那是相当有默契的是不是 对了 说说咱们的口号 快乐养养囊 不笑 就会感觉你 好话 不是怎么那么大脾气呢 默契呀 默契 这俩都不落落 不过我们的节目很精彩 咱们场上见哦 快乐养养囊 加油 走 有请这一组选手表演开始 大家好 生活有烦恼我来帮你忙 欢迎大家收看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 帮你忙 我是主持人 静润 好 下面咱们就有请咱们 今天的出入者登场 欢迎邵先生 邵先生可能有点紧张 好好好 来 咱给邵先生点掌声鼓励了 来 邵先生请坐 坐下了 那个邵先生 今天来我们节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工作丢了 那您之前是在哪工作呀 太平间 这四个挺冷门啊 那您为什么被做了呀 别提了 丢死人 哎呀 真是丢死人了 上节目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您就放心大胆地说吧 我不说了吗 丢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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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的还不是一般人 是我们院长的账战 我找了 我找了 我当时扯着嗓子喊了她 大半宿 这老太太她就是不知声 有点深的 别了 别了 聊什么呀 您看您来我们节目啊 肯定是有所求助 是吧 您是想再找一份工作 找工作 我都干过不少工作了 没有一行干的好的 我呀 我就觉得我就是个倒霉蛋 你怎么呢 你就说我第一份工作吧 我第一份工作 本来是婚庆私仪 主持第一场婚礼 家属就要揍我 说我说错话了 不是 那您都说什么了 我就正常说的 我就问那对新人 你们两个愿意和对方结婚 无论贫穷富贵 健康疾病 你们都会和对方在一起 对呀 直到离婚嘛 看天 说说下一份工作 下一份 下一份 下一份就太平间嘛 啊 丈母娘让我堪丢了 我怕家属着急啊 我第一时间就通知院长老丈上了 老头就找去了 然后呢 然后老头也丢了 张先生 您之前就没遇上过什么好事吗 哪怕一见 我中过奖算好事吗 当然算了 快给大家说说 我前两天买彩票 中了五百万 五百万呢 那个你快说说 垫着怎么花这五百万 我想先把以前买彩票欠的债还了 剩下的呢 剩下的呢 剩下的有钱了慢慢还 慢慢 今天我们节目就请来了 著名的心理学专家秦教授 来 咱们下面掌声欢迎秦教授 好 大家好 秦教授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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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今天咱们的所有者 邵先生 来 哎 院长 你丈母娘找着了吗 我给你掌声 秦教授 您现在的心情 我十分能理解 但是你看 这不 露钱吗呢嘛 是不是 配合一下 配合一下 大家伙也都看出来了 你和今天求助者有点矛盾 但咱也不能 就因为这一件事 一件事 我这些年我都认了他多少件事了 我爱人喜欢买彩票啊 这十年就守那一组号一直没中 他就非得让我爱人换一组 我爱人听了 结果当天的一等奖 就是我爱人守了十年的那组号啊 我爱人 我爱人 你睡不着觉了吧 他现在的睡眠 就像个婴儿 心态倒挺好 睡醒了 哭一通 然后再睡 那您没留意留意 您爱人守了十年那组号 谁这么猩猩给中了 我中了 哎哎哎 亲手 我不是故意中的 前台乃身外之物 别急 别急 我咱们不着急吗 他把我丈母娘都给弄丢了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呀 紧跟着不知道为什么呀 我老丈人也丢了 这你也知道吗 我知道 啊 这不 你跟我说我就知道了吗 一个礼拜以后才找回来呀 呀这他和我都不知道 好 那个咱们接着聊咱接着聊 咱接着说关于少先生缺乏自信这件事 啊 您有什么具体的解决方案或者措施吗 最简单有效的那就是催眠 好 下面欢迎秦教授给少先生催眠 看这个东西 你的眼睛跟着我的表走 我数到三以后你就晕过去了知道吗 啊 来 一 干嘛呢 不催眠吗 我数到三了吗 我这不是配合你想显得你活好吗 谁呢 怎么说都不对了 眼睛跟着我的表走 数到三以后自然反应就行知道吗 啊 是 来 一 二 三 好 好放松 我是秦教授 接下来我问 你答 好 你把我丈母娘给弄哪儿去了 好 没没 好 我冷静 正常流程 正常流程 我冷静一下 好 接下来你开始想象 你是一只猛虎 你是万寿之王 我是吴宋 我看出来了 秦教授今天采取的是这个 义毒荒毒的疗法 咱们可以到此结束了 来 咱们叫醒求助者吧 收 邵先生 哎呀我好像真睡着了 还挺管事儿 邵先生 您看这个催眠也结束了 您应该对您未来职业 有非常完美的规划了吧 对 我想干戳 戳 好 这是一个多么 多么性感的职业啊 您为什么想做这个工作呢 主要是这个工作 跟我原来太平洁的工作有渊源 都是我站着 他们躺着 相信大家也看出来了哈 通过秦教授的治疗 邵先生已经变得非常自信和乐观了 本期节目录制的非常成功 来咱们感谢两位嘉宾 来握个手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帮你忙 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 我去你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团队 我们的团队名字呢叫做快乐雅雅 快乐雅雅 这个小品的创作啊 比较典型的现在小品 包括相声的一个同病 就是他把大家在网络上 包括县城这相声 喜剧里的段子 穿到一块 就是几乎每一个包裹 都属于外插花性质 都不是在情节进行过程当中 作为中间逆缝这个主持人 这个逆的不是太匀式 首先一个呢 一个主持人呢 应对这种突发场景呢 他可以手足不错 但是不可以中气不足 从头到尾显得气虚 所以我就说 一定是情节合理的情况下 三个人在一个气场里 现在是主持人一个气场 两演员一个气场 而且这些包裹不是很合理 所以对不起 谢谢老师中可的评价 谢谢 演员表演 首先给我感觉有点僵硬 就是这个僵硬是指 这几个演员没搭在一起 组团上春晚 我们现在在为辽宁春晚选节目 选演员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从哪方面感觉都不够成熟 所以说真的对不起 我也不能给你们过 谢谢 演员很尽力 很尽心 你们吃亏是在作品上 不是一个非常好的 有戏剧冲突的这么一个故事 非常遗憾 你们没有入围 还有什么要表达的 其实我们三个呢 可能是今天搭的 发挥的可能有一些问题 都不是专业的科班出身 这位是美术设计 我大学是政法 这位是国际金融 我们因为爱这个 其实理论啊 术语啊 我们也不懂 但是我觉得这样 抖包是舒服 三位老师给的意见 很专业 我们也虚心地接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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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